资深孕女歌手陈明珍 2014年48岁产下双胞胎 创下演艺圈最高龄产妇记录 她分享艰辛的求子过程 宝贝儿子大元跟大亨 对48岁的陈明珍来说 真的得来不易 因为忍痛历经了将近20次的人工手蕴 那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晚觉悟 就是等我觉悟说 我一定要想要有baby的时候 可能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 所以造成往后的这些过程当中 我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包括 但辛苦就是因为我是去医院做试管 所以辛苦的过程就是打针 还有失望的这种落寞的过程 其实最辛苦 打针啊 吃药什么 对我来讲我不觉得那是辛苦 只要你有你都不觉得辛苦 可是在还没有成功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每次的失望是让我最难受的 那因为我做了四年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哪来的那个勇气 我就一直很坚持说不管 我就是一直要取软 然后一直要取到我 筋疲力尽都没关系 那后来我在跑医院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变得很习以为常了 因为中间真的很沮丧 心情很不好 有时候甚至去医院回家的时候 甚至听到那种没有的消息 开车就是这样 没有灵魂一样 然后不自觉就一直哭一直哭哭哭哭到家 期间陈明珍还曾换子宫肌线瘤 平血 开刀休养了半年 但他不放弃 继续平 突然之间来的成功 我都会告诉我自己说 原来上天他会给你一段磨练之后 他观察你 他愿意给你 然后他就突然间就会给你 因为这就是很突然的 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 很欣喜 阿比妹妹说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七点半 台湾大搜索频道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